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边癌最重要是我们通常分开两大类 第一类就是一些叫做非肌肉入侵性的旁边癌 意思就是旁边癌只是在粘膜那里 或者是一些浅层的影响 并没有入侵到肌肉那里 这些情况我们一般来说都可以保留旁边 被疗科医生可以考虑在这些情况做内规镜的撤除 很多时候也在撤除之后 我们需要额外的药物治疗 可能是一些我们叫做浸药水或者旁边灌注 比较常用的药物就是包括卡泰苗 这也是免疫治疗一种 我们刻意令到旁边发炎 就是让免疫细胞进去攻击癌细胞 至于针对一些我们叫做肌肉入侵性的旁边癌 我们的标准通常是整个旁边的撤除 很多时候病人很多时候都因为没有了旁边去草尿 很多时候需要一个做口 用一个尿袋去装起尿 当然现在我们的手术技术进步也很大 很多时候首先我们可以考虑内规镜形式 甚至是机械被辅助的内规镜形式去完成手术 第二我们也可以考虑用自身的腸状去做一个人造旁边 在身体里面 虽然病人仍然需要盗尿 但也会被 譬如说揹着尿袋为之方便 当然在一些合适的个案 尤其是在一些 譬如说 我们是发现它的肿瘤 可能是在浅层的肌肉入侵 意思就是说 譬如我们的影响厚度不超过一半的话 如果我们做了内规的撤除手术之后 我们都可以考虑利用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 去医治整个的膀胱 希望保留这个膀胱 安心出行 Leave home safe 将在下个星期一 11月16日 开始供市民下载 在一个自愿参与自主作记录 就在安心出行推出之際 本港近日又有多宗 源头不明的确诊个案 染病的也有多名的士司机 薛永恒星期六在电台节目说 预料安心出行会有18000架的士 和6000个公司刑场地参与 给市民记录行程 市民搭的士的时候 可以透过应用程式 掃描车厂内车门上黄色牌 列出的车牌号码做记录 不需要找二维码 但由于属志愿性质 薛永恒就说 没有定下程式下载量的目标 出席同一电台节目的许树昌就表示 过去一个星期 本地源头不明确诊个案上升 而确诊的多名的士司机之间 没有流行病学关联 在较难追踪密切接触者的情况之下 担心将会引发第四波疫情 东网记者曼家琪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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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